大家好 今天是5月20日 今天大家看到背後的兩張照片都成為歷史了 一張就是夏阿尼畢道的前政府總部 很多時候當時的一些政務司、財政司都在那裏上班 權力中心 現在當然搬到天馬 另一張就是江世世 日前世世的 殖民地年代的高官司組場 當時負責肥鵬的政改 講歷史 也講轉變的問題 末代港督肥鵬1992年上任 上任之後很快 政府港府的高層加快本地化的步伐 很多華人急速上位 可以這樣說 所謂政務官治港 AO治港的黃金年代 就是在講這段時間 當時冒起的就有陳方生 曾蔭權 包括C組場 麗慶寧等等 這些就是公務員 政務官 但是變成了一種政治明星 很多都已經是 當時已經是響當當家傳戶曉的人物 因為安排了 升到一些敏感的要職 包括陳方生 報政司 之後就 蔡英權 C組場在1991年 已經升任做憲制事務司 肥鵬來了之後就主力推動 肥鵬新九組的政改方案 這個方案中方形容是三違反 違反基本法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違反中英協議 新九組就是把功能組別變相直選 肥鵬被當時的現在的港澳辦主任老平 就說他是千古罪人 而C組場就被一些左派 就罵他是清兵 心口掛著個勇字 這樣上的意思 肥鵬的政改最後就立法局 當時的立法民主黨支持 民主派支持之下就最後通過 1995年就搞了一個選舉 贏了很多席 但是中方就不承認 立法局就不能夠直通車 1995年選出來的議員 就不可以傳訴過渡到1997 官就有些過渡了 陳方生曾蔭權 繼續在1997之後 仍然做No.2、No.3 C組場就在1995年 其實回歸之前 就已經辭職離開政府 什麼原因都很明顯了 中方是承不下 接受不到C組場 心口掛著個勇 可能覺得他太勇了 但是當時肥鵬就委任 當時的立法局 就委任了他擔任行政總裁 到2004年才退休 接著沒多久 其實就癌症 接近十幾二十年 長期鬥爭 搏鬥之下 昨天早上 家人就在社交網 媒體那裡透露 他過了生 中年76歲 施祖祥在港英結束管治前 就擔任要職 接著就轉了跑道 就去了某法局 就負責推動這個貿易 另外呢 其實他都是長期擔任 廉署審查貪污 舉報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其實這個委員會都相當重要 因為很多個案其實是把關的 那他九七前就政治上 就因為推政改 就中英反了面 那他也都成為中英 角力之下的犧牲品 過不了 過渡不了 但是九七前 做了很多事情 九七之後也都在某法局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說現在這樣看回頭 基本上九七過渡都算是大致順利 去到現在當然是另一回事 但是至少長時間 香港是維持到穩定 繁榮 生活方式等等 雖然去到近年就變化得很大 但是如果回歸之後一段長的時間 這些得來不易 所謂得來不易的穩定繁榮 那照施祖祥都少不了他的一個貢獻 也都不應該抹殺 他細細的消息公佈之後 他是廣大 廣大就是利馬鬥宿舍 傳人就出了一個聲明就哀痛 也都讚揚 施祖祥在公職生涯上就服務建樹香港 做了很多事情 智慧和慷慨也都長存在利馬鬥人 施森的育生 那貿法局在傳媒查詢的時候 也有這樣的回應 就是深切悼念 施生涯的世世 也都感謝他在九六到二零零四年 帶領貿法局 和推廣香港對外貿易作出的貢獻 香港政府到今天旁馬的時候 也都沒有發稿 施祥祥曾經做過公務員事務司 他離職的時候就有一句金句 鐵的衙門流水的官 發個字 他當時的意思是說 整個公務員系統 特別是政務官人才仔仔 舊的走了 新的就會上來 衙門仍然是鐵打的 秋毫無損 只有官僚流水般 一去不留痕 即是離開了之後 就下個做 沒有所謂有留什麼痕跡 他也說過不應該亂賺一些什麼 應該離開的時候就要放手這樣說 包括他 其實不少高官退休之後 都絕小公開談政治 少數當然有 就是之前的鎮方生 但是去到2019年的反修例風暴期間 施祥祥祥曾經和26個前高官和前議員聯署 當時包括的都真是 之前一些政治重量級人物 包括前立法會主席王弘發 陳方安生 黎慶玲等等 當時他們都是呼籲特首 林鄭月娥就撤回逃犯修條例 修訂的草案 施祥祥祥祥過去說到管理一些哲學的時候 曾經說過一個說話 就說有所為有所不為 即是說有些事情應該要做的就是要做 一場反修例風暴 幾乎可以這樣說 將幾代人的艱苦努力 由80年代開始 90年代等等 不少人像施祥祥祥這些 被人罵到狗協臨頭 作了一些犧牲 這些犧牲就化為烏有了 一場風暴化為烏有 君子要有所為 這個聲明看回頭 都真是有些最後呼籲 林鄭月娥搞了一段時間 最後就撤回草案 但是現在看回頭 一切都已經太遲 如果引用她 據報導說 她自己在閉門會議上 就說 已經造成了不可原諒的浩劫 詩生果身 藍祖引述肥鵬 就形容施祖祥祥 是其中 香港一個其中最優秀的公僕 就形容她是勇敢 誠實 尊貴 以及極具能力 蕭祥當年肥鵬身邊的熊人 當時的林鄭 都在AO中層 中上層 還是努力向上爬 最後當然是五年前 她就繼曾蔭權之後 成為第二位AO出身的特首 爬到最高峰 但是現在看來 應該都是最後一個AO出身的特首 可見一段未來 AO做特首 我相信機會微乎其微 正務官的制度 主要的優越性 正正就是肥鵬說的一件事 包括那幾件事 勇敢誠實 尊貴 和有能力 很有能力 這些都不要說林鄭 林鄭之前都已經早已成為歷史 斯先生說得對的一句說話 就是官如流水 有很多官真的好像流水一樣 他走了之後 你都不太覺他做過什麼 但是這個就說對了一半 好的高官 好的官員 實際上是令人懷念的 這個就不是指懷念 人的質素等等 代人儲物等等 而是他背後散發著的一些價值觀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文化做事方式等等 林鄭政府對施祖祥細細 都沒有一個說法 沒有一個表示 可能這個本身都已經是一個訊息 時代就真的轉了 看回串頭 真的情何以堪下 施祖祥祥 我自己都很多的一些接觸過去 他就很重視健康 上班前去跑馬地馬會 喝油早水 都很喜歡油完水 約記者 吃早餐 聊天 我也去過很多這些早餐 回報紙 但都很願意和施生聊天 很令人懷念的一位前高官 希望他安息 也希望他家人節哀 今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